在东南亚老挝望向生活的第506天 现在是老挝时间6点 室外气温28度 很凉的 我才刚睡醒 这两天 A股好像要洗牌了 一整片过去 大量的大跌绿油油的股 好在我手上的几只今天都涨 比方说我一直比较看好的苏林跟国美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两个公司 它在国内有很多的实体店 如果经济复苏 它们应该是最先受益 好了 接下来出门 找个地方吃个饭 不过讲真的 最近A股很不正常 你知道吧 各种那种亏损的题材股 翻好几倍 涨了又涨 疯狂涨 反而是那些什么既有的 怕窝在那边一动不动 有的呢 还小幅下跌 就这样的市场环境 未来如何去跟美国的股市去抗争 我看不懂 我看了晚上的评论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原因是什么 是既有股里面 都是那种超大资金的机构在里面 油脂不敢拉 一拉就直接给它打掉 油脂就跑去那种亏损的题材股里面 因为这样的股里面 散户也不看好 机构也不会在里面 可以很快速的吸收到大量的筹码 完了之后就疯狂的往上拉 因为它没有对手盘 没人能卖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市场环境 这样的股市环境 我不建议任何人炒股 当然了如果你还是看好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你可以买一些港股的ETF 因为国内很多优秀的公司 真正有价值的公司都在香港上市 比方说像什么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等等这些 就是我们国内的龙头企业 基本上都在香港 还有小米 京东 快手 玩意 吉利汽车 理想汽车 这些就是好的上市公司 基本上都在香港 如果你是小白 就选择 反股ETF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能到价值投资的市场中去 香港 就是我认为的 价值投资者的集中地 而A股是什么 A股是资金博弈的集中地 好了 真的不说了 接下来要开始出门了 去溜达溜达 找地方吃个饭 我又经过了这一栋豪宅 哇哨 它这个到了完善了 都这么漂亮 旺向 有钱人还是有很多 旺向白天很热 好处是什么 你的衣服 什么鞋子 袜子之类的 很快就能晒干 用太阳去杀菌的效果 也比较好 来继续去探索这条新的路 这条之前 没有走过 看这个路跨好像还可以 当然这路两边有点黑就是了 你看四下一片细黑 边上好像是稻田 从边上经过的那些摩托车 小汽车 才能看到那么一点亮光 偶尔隔比较远的有一个路灯 骑到后面 我又返回来了 好像没有尽头一样 全是无情黑的路段 有点那个啥 接下来我准备横穿下来 到昨天晚上经过的那个月亮酒吧的附近 后边有很多那个物流 什么五金工业 什么各种大型设备之类的都在这里 可能因为比较偏它土地比较便宜 本来想从这里横穿下去的 你看看这个路这么坑坑洼洼的 算了算了 原路返回 你看就像三合智能 什么各种电缆电器建材 还有莲树三棵树 什么这些那些的 全是那种工业用的 现在我骑回到了城里面了 又再次路过了这个 什么来着 海伦凯乐的这个音乐唱吧 我到了这个圆湖传的拐角这里 这个老鹅肠点了一份老鹅米线 它只要三万老币 比那个要便宜两万 看一下它菜单的价格吧 十块钱左右 这里的饮料差不多七块钱 两万老币 饮料不贵 我的老鹅米线上来了 接下来开吃来说的 这个佐料价看着不错 用起来挺方便的 又是所有调料都加上了 在这个位置 发现一家那个老鹅按摩店 叫星星按摩店 十二万老币 就是之前在摩丁看到那种 老鹅快递碗碟 看好这个老鹅理发店 一万老币 单单于三块钱剪个头发 在这个贵州超市的边上 有一个按摩店 是十五万 它的第一项上面写的是 寒州按摩 这两天这个老币汇率 有点低 一直三千 现在我又到了 湖南大酒店周边这里了 在这里待一会 原来无事 我又逛到了圣大酒店附近这里了 大叔转转 里有一家占地面积比较大的 卢家酒店 就在这个位置附近 刚刚来的地方 马路边上看到一家 这个藤原豆腐房 好像是日本人开的店 就在这个湄公河边上的 这一条马路上 而且这条路 路还挺好的 还有路灯 现在又有一家日式料理店 大概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小酒馆 比较文艺 这里看到一家 1664欧美风格的酒吧 这里有一家 这个老挝的酒店 也叫宾馆 很特别 二楼市餐厅 上楼以上是住宿的地方 现在我来到了 湄公河酒店 边上的夜市这里了 我进去夜市里面 到处逛一逛 看看这里的老挝妹 汤主游客 长什么样 这个夜市里面人还挺多的 你看有很多摆摊卖衣服 什么都有 进了我饮料 7块钱 2万老币 里面转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特别亮眼的妹子 倒是发现不少那种年纪小的 好像学生一样 真的到了晚上 好像也就湄公河 夜市这边的人多一些 夜市里面转了一圈出来 实在没看到什么好看的 我放弃了兄弟们 不过讲真的 人还是很多的 来感受一下逛街的气氛 还可以 附近很多这种 用数字命名的小酒馆 什么1975 1664之类的 在这个位置 看到一家里面有很多穿绿色制服的按摩店 好像还可以 我看了眼里面有好几个年纪比较少的 很漂亮的一个老挝妹 这他衣服穿得太正经了 我一看我就知道 肯定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现在我不知不觉的又逛到了这个越南按摩店这里了 接下来去里面打探一下 看看什么价格 500块起步的按摩 兄弟们我放弃了 我还是去按那个30块的按摩 好像来到了一个夜市小吃街 看到一个27-28岁的一个老挝妹 很有气质 他没有那个啥 没有绿泡泡 只有Facebook气死了 现在我到了一家老挝按摩店这里了 老挝币 方向按摩 兄弟们 这个20万的老挝按摩 很特别 他讲述的是一条浴巾的故事 很值 结束之后还配了一杯茶水 现在我到这个mini sea 买了两瓶矿泉水 然后11000 差不多4块钱 我又到了湖南酒店对面这里了 然后点了个包菜炒蛋加煎蛋饭 我点的仓上来了 接下来开吃了兄弟们 现在我又再次来到了天宫酒吧这里了 今天晚上不知道谁开了一个最大的卡住888 我那个朋友叫我过来 接下来进去喝一杯 我到酒吧里面来了 晚上好像能很多 现在我喝的差不多回来了 今天晚上收获满满 可能是因为那个最大的卡住 那晚上加了三个超级瓶 只有一个没加到 一个是本身它已经在卡住那边了 不方便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兄弟们 接下来 我来一会儿 好吗 好吗